这次我们来台湾就收到那个保护的 果然我们每次旅游都是 很满啊 哇 太吃力了 今天是第三天 我们现在要去相声 然后是一位帅哥在我们 哇 哇 真的是做运动 停时步爬闪 那才来爬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爬太整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它有很多很多的分岔路的 然后有很多的路线 有些是去看temple 有些是去看石头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so 现在呢 因为我相信我的老公是不能打哈纳 太吃力了 真的很喘 所以可能我们去这个六巨石 which is 15 minutes away from here 如果大家要看这个一线天的话 请Google找就好了 ok 好 我们带你去看六巨石就好 我们现在提到六巨石了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穿运动衣 因为我们看到这样子来上海其实很不方便 这一边呢其实如果你要爬山 你可以爬去另外一座山的 好像五巨山啊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爬山的人 可以来这一边体验一下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在中正纪念堂 很漂亮 这个地方 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展示器 which你们可以来看 然后其实在前面这两边呢 还有国家音乐厅 好 现在我们要等这一个交换仪式 of Dragon Guard 它这一边呢是每一个小时on dot 会幻冰 九点到五点 所以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可以计算一下时间 我们现在是在Grand Hire的Irodori 它是一个Japanish bouffet的一个restaurant 所以这一边是可能有很多种的选择 就是日本餐 你要什么都有什么 dessert mint dish到寿司到soba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不要狗手拉吃 我们现在在大稻辰码头 然后这一边呢其实基本上就是看它的风景 然后看这个桥 还有我们意外发现到这一边有一排很feel的店 所以我们去看看吧 其实这个大稻辰就是一个散步的地方 然后我给大家做运动的地方 不管你要来的话你可以选择在旁晚的时间 然后还可以驻脚车在这一边 对啊这边可以驻脚车 然后在这边骑骑塔塔 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的这一个载我们的Driver 它有一点偶像的那种感觉 它是这个什么开车界的彭于晏 然后它好像我们的bodyguard这样子 这是我们来台湾是收到那个保护的 收到保护的 我们要去台北101 Roughly 30分钟 我们终于到达这个Live门口 等一下我们要上到89楼 去看台北市 希望还没有下闪 哦我觉得太阳已经下闪了的 而且应该是暗了的 或者可能是Magic Hour也很难讲 所以看我们幸运还是不幸运啦 没有a 我们应该是用了35秒到达89楼 要到了没有Magic Hour 没有Magic Hour 没有 magic hour 我身边这一个球呢 就是它是来Stable这整个101 台北101的 所以它是叫做什么风 风珠仪器之类的 然后当有Earthquack或者是Typhoon的时候呢 它是会摇动的 所以它当它摇动的时候 它就是维持这一座Building的Stability 所以再大的摇晃应该都是ok的 那在Grand Hyatt的云景 餐厅它是卖中餐的 听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餐厅 然后它也是有包厢 如果是说你有一个group的话 然后你想要比较有隐私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云景咯 然后再稍微把它剥平 一球 再一球 两球 OK 看喜欢味道重一点还是说只是淡一点 淡一点 那这样一片就够了 然后就可以折过来 对然后左右两侧往里折 对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生卷冰淇淋 这是我老公很喜欢吃的 这是我老公很喜欢吃的 花生薄片 花生薄片 还有一个冰淇淋 就是我觉得它放香菜的时候就是 嗯 不然会不会味道怎样子吧 ok 没有怎样 ok的 must try 我们到了饶河夜市 我们又再回来了 有中大奖吗 有有 一二三四五六 要一瓶 所以饮料是大奖吗 对 谢谢你 谢谢你 花一个十块钱就有这个饮料 哈哈 给我一个芒果就卖 我们现在在一个吃冰的地方 在饶河夜市里面 然后它叫做小华冰果市 小华冰果市 你怎么想吃冰 就每次都看台湾人都吃冰啊 然后吃这样子 所以来到这边也想要try看看 又天气又热 所以吃看看都 它这个是芒果牛奶冰 它溶了好像真的是牛奶在你的嘴巴里 我们逛完绕河夜市了 然后 其实 夜市真的走来走去都是差不多一样 然后 一般我们也是吃饱了啦 所以没有来买东西来吃 就吃那个芒果冰 那真的不够 其实我们明天要从台北出发到花莲 所以我们打算就是做这个台铁 他们是说可以先做booking先 然后我已经在online做booking了 但是 好像是没有book到 然后最后我就是来7-11 然后当场买这一个台铁的票 其实是很方便的 然后 其实我不知道 那个程序是怎样的 所以 那个服务生问我 要做什么 要需要帮忙吗 我就跟他讲 然后他很热心的全部帮我做好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服务真的是一句话 很重要 只要在哪里呢 大家要在哪里呢 你全部都是 都分不比资人家的担心 恶魔吉跑票 不错 我们来吧 放棄